这款$38,哪款$48? 油高$48,油高$48,没有高$38 这里更厉害,翻桌楼,大家看到多少钱? 日文,上部花园也是 $48,000,$2,000 对,$2,000,上部花园来 试试一个蟹钳,老闹多好心思 还打碎了,对不对? 有时候很可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佟德韦 今天我和老婆来这边 买菜、吃饭 不知道大家对佟德韦是什么印象 塞车,以前是经常会塞车 塞到很疯狂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我的装修 很多很多插纤搬到这里 所以就会很久在这里住 但出到外边,西村就只有一条路 现在好像多了条路,但都是兜得很远的 时至今日,地铁开好了 当然方便了 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植德花园 但是地铁开通了,有个小问题 就是对面不知是什么原因 是没有地铁站口的 小民落了地铁 是要在这里一路往前走 在那里过马路 我们跟着人群一直走 先头我是坐地铁过来 俄掌坦,同德韦和上部 三个站都是这里 如果说到最多居民居住 就是上部这个站 而我当然也最熟悉这里 其实后面也有的 不过就少一些 多一些鞋或服装批发市场 这边以居民居居多 话说上一集的尾段 我和大家说过 究竟在广州哪个区域 真的能够听到比较多的 讲粤语的人呢 海珠区、旧城区 那里是其中一个 其实第二个是这里 正如老婆先头所说 很多拆迁搬来这里 有些可能是住在老城区 他们拆迁搬申请 例湾那些很多 牛杂、生日食饭的大河路拆迁 对上一次应该还是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来过一次 当时在里面喝茶 有个叔叔也说 煮牛腩粉的叔叔说 我以前不是住大河路 还是龙津路 我忘记了 总之是黎湾区老街坊 就搬过来这里 在这里事实上有很多城中村 一个是对面的横教村 另一个是往前行少少的上步村 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上步 话说是这样的 在广州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水果批发市场 其实就在我身后 但有个问题就是那边 在这里过去那边是要走远 很远很远一条路 它没有条桥过去 但是即便如此也好 所以这里的水果就很便宜很便宜的 老婆还在这里说 有时候难免在所难免骗清 我们可以断过买 它写着十元三角 你便买十元三角 西瓜仔十元三角 对啊 西瓜仔十元三角 还有 前几天我们买的黑麦瓜很好吃 很甜 十三元 我觉得很甜 有点清甜的感觉 有些甜到好像甜得很假的那些 那些很难顶 话说在这里 除了我先头说的那些 拆迁护鲁广州以外 其实都是有很多外联工在租屋住的 他们就是租一些 城中村村民的屋 基本上就是这样 早前老婆叫我 她说你不如上网看 究竟港澳人士香港观众 怎样能够申领得到国内的驾驶执照 那我确实查过的 其实又不是很难的 首先你在香港你是要有车牌的 即正常私家车四个车 那个叫换证 然后回到来 第一件事要看检 所有人我们去报名 学驾车都是第一件事要看检 看看有没有色盲 看看正常人 即正常人 看看有没有色盲 没错 然后就可以申请了 没什么 至于你连车都未会驾驶 在香港回到这里 学习就可能吃力一点 因为 不是吃力的 现在是时间 是时间很久 国内学车是这样的 我们那时候都是 好像要学满30个小时 还是几个小时 我不记得 是每日只可以一小时 无论你那天连多少个小时都好 都是当一小时 他要有个车去寄 他不可以 他不可以说 我会驾车的 其实 我不用学的 都不行的 一定坐你也要坐够 那一小时 坐你也要坐够 他的座椅下面还有电子感应 你不是坐在那里 他偶然又要掃描你的样子 好像是 是的 现在是很严格的 以前 降终期 就说付钱就买了 那些是很久之前的事 那些不说 已经没有了这回事了 没有这回事 现在很难看 所以如果真的要回来驾车 去申请车牌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 不过当然 你要熟悉到国内那种 交通的逻辑才行 不难 如果当你在国内有一辆车 那样就好玩了 在这里享受你的退休生活 到处吃喝玩乐 上次我们去重化 又遇到一位来自香港的观众 他定居在清远的 开着车到处喝饮食吃 挺开心的 这里就是环教路了 除非在老城区 越秀 荔湾 海珠 这些停车废话 不然其实国内 养车不太贵 尤其是纯电那些 例如在这些地方 你怎样停都可以 200元一个月停到你害怕 有些再便宜些都有 如果在老城区 就1000多元一个月 大多数都是 有些甚至乎2000元都不出奇 好 我们逐渐接近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会去前边市场买 这里市场特别多 因为真的多人买东西 价钱又不会贵 价钱始终属于白云区 租金也不会很离谱 但你又可以找到那些 广州老西关那些味道 这里是其中一部分的市场 很多都是面前这一种屋 这一种屋 就是先头我和老婆所说 拆千房 就是拆千 拆了他西关那间屋 或者补 或者给他一些钱 搬来这里住 最初真的很堵车 住得是挺辛苦的 最初我说的 医院又不算很大 学校又没什么 是挺吃力的 时至今日 当然不会 大家看一条街 如果对于一个 不是经常回来广州的观众 我骗你 说这里是上下九附近 都未必说骗不得到 挺易闹 而且大家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看得出 他们都并非说外地人 都是本地人居多 有些小杂货铺 就好像回到龙遵路的感觉 正如我先头所说 这里有几个大市场 都不算大 有几个市场 在我们面前 就有一个 这里进去 就是室内部分 室内部分 我们就不进去 我们去前边 居民楼下边 还有很多这些包袱 我们回到长寿东路 那些感觉就是这样 这些包袱 这些包袱是一个 大家应该来知道 对吧 大家看看这个市场是否很热闹 我们不进去 因为室内前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再来一下 这里还有家福烧鲨 在这里绝对不会找不到 广州味道 余甲28元 叉烧40元 要去看看吧 好啊 又有我们回到西华楼市场口 那个天天手丝猪手 那些烧鲨 已经一口口 特价斩在这里 这个什么 鸡腿打人牙 较远 15元3只 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鸡腿 这里就是蔬菜 一把把 都放在这里 很厉害 是不是搞到老婆 好像想买一点 是的 通菜 通菜过半的 特价 我知道之前来的时候 都经过这一部分 当然没有现在这么热闹 除了蔬菜以外 还有很多鱼买 这个是什么鱼 5元一条 这个是不是汁鱼 5元一条 6元一条 8元一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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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些来的 生猫的老板娘 就在后面那些池 拿出来的 划算 划算 又是5元一条的 那些汁鱼 当然了 在这里走的时候 地面就肯定是会 多些汁鱼的了 这边还有鞋 还要购买 38元 高蟹是一斤 一斤 但它的水槽很浅 不是很粗 又或者像面前这些 生猫也有 10元 8元 10元 三个都有 3元 4元 你大龜 便宜 卖大龜 便宜 1个都 果然真是够便宜 我看到很多台山肉蟹 35元一斤 35元以前我们买 叫底 海鲜市场也要45元 45元 85元 真是遗憾 看完没得买 买了我没理由拿着蟹去吃饭 我不知道有没有加工 就是最糟糕 我们吃饭要去鹅掌坦地铁站 没办法留下一次 买去问他加工也可以 但你吃不完就拿回家 今晚吃 叫他煮了 我和老婆商量过后 决定这个是很值得博一博的 没理由 你叫他白煮 白煮哪个没得 你叫个六云吞麵的档口也有 给钱就有了 我们决定了鲜头那档 确实有的 这里看到口水都流了 就算那些蝦最便宜15元就卖到 最便宜15元 最贵都是28元 我们刚才经过这个门口 看见了 原先真的不想进来市场 都没有东西买 就是看见这么容易闹 才走进来 现在看完就决定再买些蟹 什么 这款38元 哪款48元 我说的有高48元 有高48元 没有高38元 有高有肉 但当然48元更好 40元 40元 40元和45元差不多 但他的水槽很薄 都是有蟹公有蟹拿 帥哥 揭开看看 懂得选择 就是这样 生猛 是很有辣辣 Haha 当 years ago 他按下便宜 当年再买兩只蟹 对 也是 我们买了三只蟹 真的挺好 用了63元 有三只蟹 看见旁边的帅哥 在这儿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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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真的 没有沙锅粥 我们未必一定去我最初预期的那家吃东西 或者在这儿也行 不过要选择一些吃本地菜的大排档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要点猪 到时一落辣椒 先头我说 这儿除了拆迁的屋外 还有很多村民屋 村民屋类似就是这儿 原先人家这儿就是村 只不过有部分地属于市政 市政用来建屋 给那些拆迁护住 或者是 太细节就不知道 面前这些应该是村屋 前面那些可能是拆迁的 至于商品房 那些叫做楼盘那些 这个区域就少些 要走出去外边 鹅掌坦的方向 就有几个楼盘 很贵的 我觉得环教这里是比较有趣的 既有一种城中村的感觉 但是你又可以找得到那些 老广州居民楼的感觉 甚至可能回到玉秀区的感觉 是真的很特别的 像这些这样 如果我骗大家 说其实这里是汇龙里 那都可能不骗到几个公众 也是这种不算很新的有房道网 马赛克外长的屋 比好像面前这两位美女 其实我们是分得到的 一看就知道是老街坊 这个哥哥也是 有些就看得出不是本地人 或者像外来打工那种 对面这个恒大球员 又是本地街坊 这么像上次卖腸粉的老闆 还有这些面前这些 就像那种拆签屋 是吧 这里有很多市场 除了鲜楼我们去的 那么厉害 那么大之外 这里又有一个 一来地租便宜 二来买送的人多 价钱自然不会很贵 甚至可能比龙津路市场 都不出奇 那个什么菜 那个九几页三元半 如果去到再过多几个月 这里更多水果 因为旁边那些还没运到下来 开始是见到小事 下面又有卖一下鸡 活鸡 卖水果 又或者卖一下斩鸟 丝头磨 后面这些屋就是拆签 那些当然 还有积极花圆 但是那里就不过去了 今天真的时间比较紧迫 又有黄皮 又有鲤 又有鲤 好 上次就在这里了 黄花鲤 两元半 你想买黄花鲤 买吧 买吧 这里更厉害 翻舍楼 大家看到多少钱 一元半 还有很多龙眼卖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是十元两斤 六元一斤 甚至乎一龙一龙 这些鸡还有一马 挺精神的鸡 后面就在这里选择荷兰豆 两元 你看 荷兰豆 虽然没有过年的精神 过年就十八元 现在两元 大多数都是本地人 同声同气那种 有一些精包店 折瓜 过三元 一元三一斤 荷兰豆 这些是通菜 两元半一斤 还有大家不知道能否看到 这里也是很多人推单车 来买菜 但是 看看这一部 是否不像共享单车 就是以前那些老广州 是要推单车 下面那块牌 哎 黎湾 又有黑蜜瓜 那个黑蜜瓜 很好吃 你看多钱 还没最漂亮 那个还没吃完 可能跟我们上次来 时间不同 我们上次来是星期 不是 是早上早 但早上热闹点 现在这个时间是五点半 该收工的又未收工 该买菜的又买齐了 可能就没有上次那么虚陷了 再来 美食推荐时间又到了 就是这两间 第一局 这间已经很好 其实后面那间更令人惊 小红书很出名 门面融融烂烂 很多人都说 要吃广州老味道的拉肠粉 在那里是得忌的 你看门面 好像救到不得了 至于这里 就是我们上次吃过 在大河路半千 搬到这里 那个阿叔的店铺 这个时候 就租了出去 给人买货 之后就做回粉面 15元一只 想买就买 很重 是 都可以的 至于这边 黄花蕾 2元半 那些俊男俊女 在这里 不卖水果 那种 需要批皮吗 需要批皮吗 要的吗 要批皮吗 不懂的 我只是来付钱 有什么都不懂的吗 那么大 就是这种 这个皮的颜色 要怎样选熟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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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色一点 有色名的 不仅选 没有 有色的 不仅适应 我心里 有色的 やん 有色的 工程 有色的 在内装 我们还看到小番茄1.5元 还有丝瓜2.5元 已经有秋葵3.8元 可以 秋葵 秋葵都可以 秋葵 我们就准备坐地铁了 经过这里就看到了 那些牌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看这里 童德花园82平方米 三房一厅175万 即是2万多 童德花园即得花园63平方米 145万 三房一厅 上部花园也是 488万2万元 是啊2万元 上部花园2万元 2万元 可以集得 3万不用 3-18 2万5元 集得 旁边那里是地铁站 是的 最大的优势就是 那里就是地铁站 是的 入到老城区 挺好的 不是1万 1至头 1万9千多 1万就可能性比较低 因为始终也有很多人要上车 他们也未知完全没有钱 我们又找到吃饭的地方 最初我们打算坐地铁站 去到郭掌坦 但经过深思熟虑 也是不好 刚巧我们经过门口 这里就有一个大排档 就是这些大排档 现在6点钟未够 没有人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也有担心 他会否煮辣菜 不是 我们一问他老师 正正是广州人 然后就问他有没有加工 那个蟹我们想 怎样 薑葱炒 炒 他又可以 好像收25元 是三只收25元 这样 对 是吧 差不多 其实也挺出名的 这个大排档 叫一品亭 揭开肯定是会有些辣菜 因为当地始终也会有一些 外来人口 他们一番杯都要吃辣的 但是呢 就有很多粤式的菜 广东菜 千金枪鱼48元 黄花鱼38元 避风糖炒虾 是按例的48元 又或者这些传统的粤菜 梁瓜排骨煲 38元 这些加上菜 牛杂煲 又有了 还有蒜子炆鱼煲38元 老婆猛说 如果冬天来到这个餐厅就好了 是的 后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例如豆角炒花肉33元 我们叫了炒石螺 因为要带回家给女儿吃 她是很喜欢炒螺 这个已经代入购物车了 还有我呢 就想吃这个 我们在沙姜白切猪手 和梁瓜牛肉抉择过 试试这个 尤其现在夏天 其实吃些凉拌菜也不妨 我们是想吃酸笋炒杂 这些酸笋 就是好像螺丝粉那种 这个是你的女儿想吃的 女儿想吃 有螺就不需要 还有酸笋炒毛骨鸭掌 这些不是粤菜 不看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毛骨鸭掌 那些 是一个煲 不应该不是 它是 那些港西 是的 港西就好吃 还有铁板菜 铁板竹腸 铁板鲜 而且大家看到 价格都不是很贵 大多数都是三十多元 即使是烤盐田鸡 也是四十八 烤盐蝦 凉拌菜 就送来了 那么大碟 下面垫了东西 没有 下面全部都是猪手 你看 全部都是猪手 有骨 有骨 也好 有骨 是的 是的 接着还未夹得完 炒田螺又来 这个便是龟的女儿 这个又放了一些 让我试一下这个 它是厚切这种的 挺厚的 那怎么说呢 比贵的东西 切薄的东西 东西少一点 人家又整只猪手齿齿齿 好吃的这些肉 调味好 真的没见过 通常都是很漂亮 摆盘那些 摆到薄一薄 那么 是 连骨都齐齿 这个好像是贵的白切 45元 好像是 我不记得是吧 白切是38元 不是 那个白切是有些沙姜 是吧 不记得了 都没关系 是吧 38元 哇 有很多芫茜葱 整个 这些 只有两个人 真的不需要这样吃 那些豉油又较好吃 嘗嘗 嘗嘗 嘗 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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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 care 嘗嘗 就是很豪華那種的 在這裏來說算比較豪華的 如果酒樓消費得多 又沒有那麼多種類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經常說 老城區、老街坊多的地方 價錢吃東西是多的 不過應該是窄過你 不是,沒有那麼實的 窄過了 老婆媽在這裏說 她很欣賞這個 當然不想 醬汁 醬滿豉油 有少許沙薑味 而且我覺得這些白切豬 是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 就算你回家熱了 即是你放過家 放回飯麵盅也一樣很好吃 涼拌很好吃 放回飯麵也很好吃 哦,蟹也到了 哇 這個就是我們碟蟹 先說一下花了多少錢 上次買蟹用了63元 足三隻 就不是最大那種 亦不是最美的那種 先說清楚 加工費是25元 問老闆多少錢 她說我們就在這裏吃 也不是,也有膏 即是圍到20元一隻 我覺得可以了 沒有得加工 拿回去煮 也是 搞到白飯也不用吃 試試蟹 但是呢 我們上次在中山吃過的 當然是比這裏更漂亮 因為那裏一出去就不說了 這裏始終是市中山 這個價值合理 雖然不多 但是也有膏 而且真的炒得不錯 可能始終都是 廣州味道 真的 不會說很辣 很辣 那些 接下來試試蟹鉗 老闆多好心思 還要打碎 對不對 有時候 很可憐 嗯 好了,開了蟹了 有肉的 還有開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試味 很鮮 這肉也是很緊實的 嗯 嗯 挺好的 味道也挺好的 它是這樣的 它是少了些膏 這個是實事求是 真的 但是肉絕對不會 裡面有很多水那種 是不至於的 而且腳這裏 都是有很多肉的 那些肉也是很緊實的 蟹就試過了 先放一放 試試其他菜式 試試炒腦 炒腦好不好吃 是紫蘇葉夠粥 是吧 就是我們8月15日吃到的那種味 嗯 辣也夠的 也不算 但很囂張 可能辣也這麼多 但我的浸環可以 挺好的 裸肉又夠新鮮 吃到後段 有少許那些 裸肉的那種腥腥的味 但就不會說 一吃就是 因為我們吃炒這些石裸 第一層應該是紫蘇葉 和辣的那種味道 吃到最後 你才吃到 拿那種 有少許新鮮 香的那種味 它全部都有 唯獨有少許不同 就是豆豉並不太多 但是紫蘇很足 還有洋蔥 但是洋蔥也沒問題 真的不錯 現在已經過了6時 餐廳的合人越來越多 室外的部分 應該也沒太多人坐 除非到夜晚 室內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聽到 全部都是 同聲同氣 那粒肉一咀起身 有一股鹹味 辣味 一齊出來 真的很好 再試試炒 番薯葉 多大碟 而且 番薯葉 你不可以說 很孤寒 不可以給客人吃的 它也沒有 又是有那種 很新鮮的味道 蒜蓉 不像是太多 又不太少 好過酒樓 好過酒樓 酒樓 如果是 老人家生的 那當然是酒樓 但是如果 和有少許家人 都用了兩公伙來吃飯 這裏有多好 接著來試試蟹 好 老婆在說 她沒有酒樓 她拿粉來酒樓 很恐怕 這裏沒有 基本上是正常的 價值 不要說是爆高的 我們上次去到 深圳蛇口吃過 那次是今年吃得最貴 不算過年那些 80元一金 80-90元 不要說蛇口 深圳 時節 各種因素 加在一起 試試蟹腳 雖然肉真的不算是爆高的那種 但真的很鮮 很新鮮 很鮮的味道 味道不至於爆高的那種 你再賣便宜一點 你賣貴一點 就不要給水蟹我們 這個就絕對不會了 大家都看到了 挺好肉 看時效 看時節 還有 差不多吃得了 是 因為今年8月15日很早 還有一個月 好像是 9月底 還是9月中 就已經是8月15日 剛好今天就是7月初一 還有45天 已經是中秋節了 今年是特別早的 我繼續吃蟹 看看 多少肉 吃飽飽 現在開始打包給女兒 蟹就放在飯盒上 說一下花了多少錢 大家猜一下 120元不到 說清楚蟹是不算的 蟹是買來加工 花了63元 即是說 總共加上180元 還有這麼多打包 這個加工費25元 這個青菜20元 這麼大碟 這個就已經是最貴的 在這裡消費得 就38元 這麼大碟 我們才吃了一點 還有一塊骨 其實很好吃 這個是25元 全部都吃不完 味道好得來 還要夠大份 真是 這麼厲害 我們吃飽飽了 室外確實有一台客 在這裡坐 多數都是坐裡面 真的都是老街坊來吃 一個說普通話的都沒有 這個就是 童德維的魅力 我對這裡很熟 我之前在這裡住 其實就是在這裡走進去 是我外國的房子 當時我家裡裝修 所以搬過來這裡住了三幾個月 對這裡都是很有感情的 就正正在這裡進去 現在是差不多7點鐘 剛剛下班了 哎 童德維的東西抵食 比試他們抵食 坐得又舒服一點 如果回到龍津路那些 其實真的沒有坐得那麼舒服 沒有那麼大碟 那些東西的色一點 但那些是傳統一點 傳統一點 這些是大排檔 這些是大排檔 也有少許 都傳統的 他做得都 他們都是港式 不會有那些辣的 是 尤其是坐在我隔壁 後來來的那班顧客 都是本地老街坊 接著 那位阿姨吃的白雲豬手 整條骨齒 挺開心的 嘩 玩完一閘了 現在天黑了 差不多7點了 我們都是在前面坐地鐵 要另外一位觀眾 下集見 如果大家覺得我拍得不錯 請給我一個讚 記住 一個讚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的影響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